大型都市生活情感剧《加油一老》于4月22日在京举行了关机仪式 当天主演颜学金郭东文、张绍华、杜元等人纷纷登台造势 出场过后《加油一老》所有主创全体起立 一起为四川亚安地震灾区人民祈福 并为在灾难中不幸遇难的同胞默哀一分钟 之前那个样子心痛、难过 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帮助 从精神上 就是除了心疼就是心碎 说剧组关机 所有的人都去四川去救援去做志愿者 默哀完毕后众主创纷纷上台 开始介绍剧中的角色 电视剧《加油一老》 讲述的是当今社会的老年人生活 杜元、张绍华这两位老艺术家 在剧中的精彩表演 正好印证了那句古话 《加油一老如有一宝》 据张绍华透露 杜元演戏时相当敬业 不拍戏时还常常帮助年轻演员 琢磨剧本研究演技 像诸葛亮一般为大家出谋划策 杜元老师 我老妈给封一个号是诸葛亮 真的是这样 对剧本是太大的贡献了 所以我们全剧组真的是 这个戏能顺利拍下来 将来说这个戏还挺合理 老百姓还挺喜欢 真的是杜老师功不可没 然后对我个人 昨天晚上我已经紧握双手 就差捧着他脸亲一下 你现在听一下 来的姐姑娘听一下 听一下 听你妈一下 听你妈一下 要不要嫉妒 哎呀 给你生五分钟 你老百姓 你老百姓 你大自然还比较有 你老百姓 肥较 fraud